我們禿頭也是有尊嚴的 我們也是很重毛髮的 OK 我不知道蘇貞昌怎麼洗頭 他剪頭髮怎麼剪 他應該速度比我還快吧 我覺得毛髮比他還多 開場就自嘲韓國瑜理髮開直播 讓網友大開眼見 他的親和力很強 以前要選市長的人感覺不一樣 美國是財犬 我們希望將來高雄東西賣得出去 人進的來 高雄發大財 所以又把財犬把它定為發財的財 晚上同場家印連愛犬迷路都入境 模樣超吸睛 現在每日一黑 再下來就是每一個小時一黑 投票起來是每一分鐘一黑 沒關係放馬過來 我心中沒有任何畏懼 麥財良力推高雄政策 話雜誌一開吸引46萬 觀看人次直播停不下來 如果我做得不好 我貪污歪勾 做了一半 從九號館長專訪網路熱度破七百萬 三天連開三場地造政壇奇蹟 韓流推手正是寶貝女兒 烏黑長髮俐落黑洋裝 大女兒韓冰文青氣質號稱藍吟小清新 幫爸爸打選戰 鎖定網路拼人氣 二女兒韓青加入團隊 白色小剪洋裝刮著臉散發古典氣質 在人群中也很亮眼 不過我比較安慰就是我女兒說我是全世界禿頭男的裡面長得最清秀的那種 史上最清秀的禿頭 談到女兒滿是驕傲韓國瑜直播展現高EQ 姐妹倆發揮網路長才掀起政壇韓流替爸爸守住港都 記者旁邊就問我們說高雄報道